国际米兰上赛季上座绿冠决一甲6万球迷将到场观看新赛季主场首演,虽然一甲首轮0-1不敌萨索洛,但斯帕莱蒂的球队表现的并非业无事处,而且有了不少新员加入,球队目前还在磨合当中,本周末要在主场迎战独岭,这也是蓝黑军团本赛季在梅阿查的首演。 对于这场比赛,球迷们非常期待,超过6万名球迷将会来到现场,为球队加油助威,这6万名球迷当中包括3万5千名已经购买了球队本赛季计票的球迷,还有另外2万5千名球迷不想错过蓝黑军团在本赛季的主场首秀。 实际上,国际米兰的球是火爆不是一场两场,最近几个赛季,大批球迷来到梅阿查观赛已经成为了日常,而何都林死因已将超过6万的上座人数,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上个赛季中期国际米兰主场何都林的较量。 在那场比赛之前,斯帕莱蒂的球队在联赛中,拿到九胜二平的佳绩,在积分榜上高歌猛进,虽然何都林的那场联赛时间,被放在了当地时间中午12点半,但是依然有7万4千名球迷来到现场为球队加油助威,这样的上座率在五间场次中算是相当了不起的成绩。 为什么主场首秀只有6万名球迷到场观赛,其实观众数本来有可能更高,不过意大利现在还有部分人,正在过八月假,正在其他地区旅游,没法回到米兰为球队助威,但这些球迷也足以成为急需三分的国际米, 蓝带主场坚强的后盾,最近都林体育报登出了2017-18赛季以假联赛各队的上座率数据,米兰双雄把施着前两位,而国际米兰已较大的优势位居榜首,整个赛季下来,接近110万人次,曾经来到过圣西罗球场观看他们的比赛,场军观众数量达到57529之多, 比同城对手AC米兰场军高出了将近5000人,在全一架还有半数球队场军观赛,不到两万人的大环境下,米兰双雄的火爆球室,也让其他球队羡慕不已,未免赛冠军一直缠斗的难解难分的尤文图斯和纳伯勒斯,在观众人数上都落后于米兰双雄,纳伯勒斯场军观赛人数,是43050,尤文图斯腰带上一些, 只有39316,但因为都林安联球场本身,也只能容纳41000名球迷,所以丹马军团总体的上座率其实是相当高的,最起码比起可以容纳6万名球迷的圣保罗球场来说是如此, 而对于国际米兰而言,现场观赛的球迷在接下来还会继续增多,首先是球队本赛季成功取得了欧冠正赛资格,而下窗在转会市场上效率颇高的操作,也让人对球队在本赛季的前景有了更多期待,另外一点在于, 国际米兰近些年在门票出售上的一些优惠政策,鼓励了更多球迷到现场观赛,在2018-19赛季,梅阿查铺天盖地的助威生,仍将领各支做客球队打寒。